好了今天又是未来跟大家玩玩具这个时间 为什么未来这次可以用国语跟大家来说这个玩具呢 因为有很多的网友跟玩家都跟未来说你可以用国语字幕 或者是用国语来介绍玩具吗 那好我这次就尝试用那个不地道的国语来跟大家来说这次的主角 这次的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卡卡罗陀 就是孙悟空就是龙珠里面的主角也是龙珠里面的超然形态 那好了今天要说的配件这个问题就是 我都忘记它的配件是有蓝几个但是就这个肯定是它的 因为看眉毛就知道蓝色 手型的话每个孙悟空这个这个应该是1.0版本那个黑法无空的配件 手型呢都基本是这样的所以就就是这样 然后玩具方面 配件看完就看玩具 玩具方面面上来说因为它是1.0的素体这个位置 球型这个玩的酒会有点就是松动但是可以接受 面上来说的话它算上刚刚那两个替换总共有三个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也是比较符合就是换表情来玩的大部分的要求 然后它这个面上我觉得特别美 但是你说它是不是最好的孙悟空我就觉得这个见仁见智 然后先来看看它的素体 作为1.0素体来说它的素体可动并不算十分高 但是也是基本上都有 而且未来这支因为都买了有一定的年份 所以盒子已经淹掉了 因为这个是未来在国内买的 然后后来搬家移民去国外就直接带过来 这个我在香港买的时候大概是300块港币左右 然后手的可动就是这样 头的可动可以这样 腰的可动这样转是没问题的 腿部的可动 它这个位置可以向下拉动来增强那个可动性 但是我个人觉得都差不了多少 然后这个位置有接地性 应该是接地性 是没错 因为我国语真的是太烂了没办法 然后上面看到它那个正常的偏好出轨的那个B China 4点 就是这样的 这个位置摆动它的时候可以有一点 有时候会卡就是碰到这个裤子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有点 就是对这个超兰的形状态觉得是蛮喜欢的 我以前都有买贝基塔 但是后来我好像卖了 但是都有刘葵这支 那基本上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你们 下期再见 拜拜